要带着容器来的 上海江苏一带去扫听我 家喻户晓啊 想当初梅先生就夸我 那会儿我还很年轻的时候 梅先生说 你这个嗓子是特意好的 你要是去唱诗啊 那准得搂脸啊 听梅先生这么鼓励我 我就跟梅先生合了作的 就唱了戏了 咬了梅秋味的 梅铺那先生啊 写账的那个嘛 甭提那个 我来梅兰芳先生的公子 就是他儿子 是是是 酒保 就说我 桃啊 怎么着 你不许这么侮辱我们这个行业的人 谁啊 要不说你们这个说相人很恶服呢 行了您甭提我们了 您想把这名字弄清楚 没酒保吗 什么没酒保啊 有酒保没酒保 没有酒保 没有酒保 还是没有酒保 有别的吗 没保酒知道吗 他倒过来了 谁也倒过来 您给人倒过来 就是他夸过我呀 怎么夸的呀 保 保 保 里边还带走 您看这 前辈们很支持我呀 那叫爱吃年糕 嗯 有专一脸上我告诉你 是 连眉毛都给你粘下来 好嘛 那米好 这是 不允许这样啊 不允许对我们这些个艺术家们诽谤 您真是啊 那当然了 哦 九战江南少来华北 哎 哎 但是也在北方演过 什么时候来过 前年吧 哦 那也不远 啊 前年 我是很少来 哦 那前年不得不来 怎么 师叔你懂吧 你们这行业有这个说法吗 我们也是这么论的 跟我的师父是亲师兄弟 哎 这叫师叔 哎 那我师叔 哦 老爷子住在北京 哦 北京京西北悬平坡下坎 这个地名叫胡岭 哎 哦 胡岭 哎 这我们熟 是吧 哎 胡岭那地方没出过什么艺术家 那地方竟是卖粽子的 哎 一到街 人家演的喊 后里边都是带带虫子的那大枣 讨厌 就你这样的时候在了 逮着都得先崩后问 我招你了 是吧 给我枪毙半年的你这个 不至于那么看 你桃烟的你 哪儿怎么尊重 那地方 隐居嘛 在那儿 老先生离开了舞台嘛 哦 隐居在这儿 是是 跟前收了两个徒弟 都是 一个是糖的 一个是馅的 得 还是卖粽子的 那是我的两个师弟 哦 老爷子过生日 我要来看望他 您来 到北京来 我临走的时候在上海 哎呀 上海很多的企业家拉着我哭啊 哦是啊 不让走啊 舍不得你 尤其是那个 到乡村的 武方斋的 桂顺斋 这几家老板 哭得个泪人似的 舍不得你 你怎么能走呢 马上就要到五月节了嘛 哎呀 啊 正式卖这个的时候啊 我说那不行 我要去看我的诗书啊 那你早点回来吧 是 坐着船我就出来了 哦 来到了北京 我是很低调的 我不宣传 我这个人不喜欢媒体 是啊 嗯 我竟躲着媒体我现在 是吧 我叫躲着家跟我师叔 我们一块 我们 我帮着我师叔 我们要切磋一下 说我们这个 这个门的艺术 因为呢 哎哎 因为什么您知道吗 行行行 艺术这个东西 别爆了 它是相通的 别爆 这是八月节的事了 您这 行了行了 放下吧 放下吧 没到的 什么八月节啊 行了 您就说您这艺术 我不理解 你说的这些话啊 我就说这意思 我的心是在这的 知道吗 好